看的是陈迅运在今天早上已经回到了台湾 随即回家先换了一套衣服之后 马上就到牙医诊所去上班 第一天到牙医诊所上班 一样出现了大批的护卫队 对于传出了妈妈无数针感冒 明天会不会准时出庭 陈迅运则是完全没有任何回应 妈妈她身体还好吗 是不是感冒了 明天会按时出庭吗 谢谢啊 谢谢啊 谢谢关心 谢谢关心啊 谢谢关心 陈迅运回到台湾之后呢 会卫队依旧是准时守候报道 使出了雨伞战术 遮住了整个镜头 就连进到了诊所之后呢 这雨伞还是不愿意收起来 全部都挤在小小诊间里头了 通过画面依然可以撇到 就是陈迅运呢 今天是穿了一件卡其色的风衣 显然下了飞机转回到家里头 已经是简单的换过了衣服 不过脸上一样是面无表情 对于记者所有的询问 一概没有回遍 而且